各位朋友你们好 今天呢 刚刚新买了一颗蝴蝶狼 去超市买了一颗蝴蝶狼 因为现在去超市呢 不是经常去 是很久才去一趟 那就 看到超市呢 有开始有新的花上架了 这些蝴蝶狼 新上市了 所以我即刻就 当然要去看花了 那不要错过 那我觉得呢 这颗花呢 好像特别漂亮 一眼看过去 因为它颜色很突出 而且我这颗花只有一颗花 因为我觉得其他的好像都是不是白就是黄 那种颜色就是 深红色 那这颗花好像比较特别一点 就选了它 那只有一只花港的 但是呢 它很多叶子 长很多叶子 这些叶子 都好像很不规则 都好像很不规则 这样子生长 不是不是很很规则 大的在下面 小的小叶在 在上面 这样子 有大到小的嘛 但是它不是好像 有大有小 嗯 我觉得很 很特别了 就是我买回来 我拆了包装才看到了 也是 嗯 不知道它会生长的 这样子 而且这个叶子呢 有点好像 这边 反了 这样子反出来的 嗯 没关系了 反正 呃 反正看到它的花 色漂亮就买了 那回到来 还还看到了 有一个 哦 红红的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 嗯 红红的 好像花港 啊 也不像根 因为根是绿色 绿色的嘛 它是粉红色的 应该是花港 可能是有多一只花港 我在这边 那要看 它的 生长 如何 嗯 它的 根 那些都很好 全部都很 很 很 很健康 清 绿色 那我 呃 随手 随手 就拿了一颗 这个 呃 反正 就是 太长时间 没买花了嘛 就安慰安慰一下自己 那买回来呢 我就用这个 呃 当然用湿纸巾抹一下它的层啊 这些 啊 叶纸清界叶纸一下 那那个 那那个 资料呢 资料是 不是很 都很 这有点湿啦 这样子 但是看起来都很 很新鲜的这个资料 不是讲很旧的 那也没有什么青苔那些的 就知道它不是太旧的资料 那而且呢 我现在就买回来的花啊 我怕它有虫啊 有虫软什么 就会用纸巾呢 这样子盖着它 哈 因为 因为怕它呢 有那个 虫飞出来 哈 就比较干净一点咯 嗯 而且 呃 噴雾的时候呢 就是 纸巾呢 可以吸收一点水分啊 那就 帮它们有点保湿的作用 就在这个盆面 放一点纸巾 我 我 这边要放一块 嗯 就这样子 好 呃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因为 呃 很久没买花 比较兴奋 哈 好 谢谢收看